詞曲 李宗盛 易導演那時候就蠻大聲的 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成為一個中庸的人 你為什麼要所有人都喜歡你 在那一刻他 像一把一個棒子搭心我之後 我開始有了銳利 我開始有了直接 我好像從小就是調皮 就譬如說學校不准燙頭髮或染頭髮 我就會一個禮拜變一次髮型 或者是學校就是說 一定要穿白球鞋 我就刻意買一雙鞋子上面是有圖案的 我就特別剪了一個白色的圖案貼上去 然後教官沒看到我就把它撕掉 我覺得是我在詮釋這些角色 或經歷這些電影的過程裡 我學到電影其實是一種軟教育 我開始回歸到我的生活 我不害怕跟別人不一樣 歡迎收看看板人物 我們現在其實是已經剛剛錄完了 這一集的看板人物很高興邀請到小美貴倫美 在錄這一集之前 其實一直到今天開篷我自己會擔心 因為我怕我沒有辦法好好的捧住他的仙氣 錄完以後我只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我覺得小美作為一個女演員 作為一個女人 她是一個很在乎生活的真實的人 她很在乎這時候的自己 在人生當中在這一天是什麼樣的樣態 她這個方面不想模糊 所以訪問完完她整整的60分鐘 我覺得她人生裡面的每一齣劇 跟每個角色對她都不會是輕輕飄過 那種穿過水無痕的記憶 而是在她生命的兩尺上 都有好好的畫下一個刻度 希望妳也喜歡這一集 一起來歡迎各位美小美 歡迎妳來 很高興邀請教妳 謝謝 謝謝 是不是大家都叫妳小美 是 小時候寫這個美字 它應該是一種金屬是不是 是 有沒有問過說為什麼會取這個 好像是算命 叫少見 真的嗎 是嗎 對 然後但是小時候念書的時候 就是自己的 每次署名都會寫MG 就是美的化學符號 是 今天我們 我問了我們製作同仁 她說選這兩張照片 一個是出道的對不對 藍色大門 一個是最近最近拍完的 這個電影推的這一張照片 妳覺得眼神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大不同 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 执扭一點 然後 是因為那個角色嗎 還是其實妳在那個生命狀態 我覺得我在那個生命狀態 然後比較直接跟純粹一些吧 對 當然那個角色也很执扭 但它就還是多了一些顏色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初登場 我覺得藍色大門實在太特別了 就是說它不斷不斷的被人 重新的提起 妳覺得妳初登場的這一部戲 在比起很多 我們就講女性演員的第一部戲 被提起來的原因 妳也覺得好像是這樣子的 有哪些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在那個時期 用一個青春的方式去描寫 性別上的迷惘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帶給蠻多觀眾力量的 甚至在我往後的電影宣傳裡 我都會陸陸續續的遇到 看過 在不同時期看過 藍色大門這部電影的朋友 會上前跟我說 妳的藍色大門給我很大的力量 讓我可以面對我 成為我自己 我覺得可能第一個電影 藍色大門就碰到一隻眼導演 然後後來最要遠距離林靜潔導演 然後或者是說雅哲導演 我覺得在 我遇到的台灣電影導演當中 他們都是對生命或社會 有很多思考的 我覺得他們都在作品裡 放進了這一些意念 我覺得是我在詮釋這些角色 或經歷這些電影的過程裡 我學到 電影其實是一種軟教育 我們好像可以放一點什麼東西進去 我覺得是透過這個東西 我漸漸的 可能就像念華姐講的 我開始回歸到我的生活 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步調 我不害怕跟別人不一樣 這好像還蠻特別 因為只要提到大眾流行 它必定有一個厚度叫庸俗 對 所以同質性就很高 那我們投射出來的期待 這同質性也很高 所以保持不一樣 我覺得它是個長期 長期的內在奮戰吧 其實是有的 因為有的時候還是會掙扎 覺得這樣子的路好嗎 是對的嗎 可是很意外的是 之前演了一部電影 叫白日焰火 跟當時的刁印男導演和廖凡 我就發現 有人跟我一樣是 就是慢慢的 可能花好幾年的時間 決定好要做一部電影 然後我們就全情的做下去 然後發現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就覺得 這條路好像還是可以繼續這麼 任性地走下去 所以每一次 我看任何報道 形容貴倫美都是掀氣 掀氣這個字 越用越多 好像變成一旅氣 然後一股先鋒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 一開始我們來問一些 就是很通俗的問題 小梅自己舔一舔 好 好 寫完了 好 就把時間到 是配合考生的 考生說了算 好 這裡有一個 有三個問題是我自己想的 貴倫美是一個在個性上 在感覺安全的環境裡 是熱情而鬼馬的 在陌生的環境裡 是安靜而陌生的 人 好 一會兒再問 貴倫美是一個在工作態度上 給自己多一些時間做決定 選擇了變全情投入 並喜歡自己的選擇 好 貴倫美是一個在過尋常日子上 懶懶的在自己的生活裡 和老朋友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好 你鬼馬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大家都知道這個吧 你如果小時候看很多 許氏三兄弟的港片的話 鬼馬應該要知道 調皮 調皮 老蛋 你的鬼馬的樣子是什麼 這是惡作劇 調皮 或者是比如說化妝師化 在我臉上化妝的時候 我就會舌頭舔出來 舔他的手 那非常鬼馬 那是恐怖片 對 好 所以那個時候的你 就是非常非常放鬆的 放鬆的 有安全感 然後覺得 對 放鬆其實跟安全感有關 覺得被愛這樣 這三個經驗我都非常同意 然後在工作態度上面 我覺得全情這件事 就是我們剛剛在開棚的時候聊了一下 我覺得很高 那個high five 對 全情這件事不容易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就是可能能力不足 沒有辦法做太多的事在同一個時間裡 所以我又 我就是很喜歡 只做一件事 全情的投入其中 然後在那個過程裡 我會覺得 我整個人很安定很 甚至開闊的 然後去感受 我在做這件事的所有一切 這是我很享受的一個狀態 這可不可以解釋為什麼 我很好奇你的廣告跟代言相對非常的不多 我覺得邀請一定很多 我其實也算是一個長情的人 然後我就會慎重的做了一個決定 覺得這個品牌的方方面面都是我覺得 比如說東西很好啊 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或者是這個品牌它背後的理念是很好的等等 我就會希望我跟這個品牌有一個很長久的關係 所以我會盡量希望我每一個代言的東西 我都能跟他們維持一個 所以那個連結必須對你有意義 有意義的 每一個的都是稍微有一點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尤其你這麼年輕就 就進入了這個娛樂事業 那我看以前的報導你也聊過嗎 你其實看得很清楚 就是娛樂事業它有一個本質是 或是我們說戲劇這個本質是 參與其中的演員角色要讓人喜歡 那這件事經過了你拍了這麼這麼多年之後 你怎麼樣要讓人喜歡這件事 其實我在拍藍色大門的時候 有一次的表演 我們在上表演課的時候 我當時就像是被一個棒子打到了 就是易導演那時候就蠻大聲的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成為一個中庸的人 你為什麼要所有人都喜歡你 你就是要很誠實地面對你當下的感覺 我當下才十六七歲 我的確那個時候希望所有人都喜歡我 所以不管做事說話 好像都必須在一個大家會喜歡的脈絡裡 可是在那一刻它像一把一個棒子搭心我之後 慢慢的我開始有了銳利 我開始有了直接 我開始有了沒有那麼善於與人相處 然後一直到可能這幾年的經歷 我可能就像大家講的 我可能變得圓滑了 那個圓滑不是事故 而是我希望讓對方快樂 我把我自己放到很後面 所以我覺得倒不是依著我希望讓大家喜歡 而是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我自己 我就是往這邊去走而已 把自己放在後面 然後會覺得那個我還在吧 當然我覺得那是選擇 那是選擇 然後你在自己的人生裡面會創造一個不同的快樂經驗 就是譬如說以前對於跟父母的關係 其實會當然跟親近的人 你會比較直接的表達你的情緒 可是現在我會覺得我好希望 我跟他們相處的每一刻他們都是開心的 所以當有那些情緒在我身體裡發 有這個感覺的時候 我會讓時間停一下 我會讓我自己往後走一點 有些話可能換一個角度想 換一個方式說 可能他也聽得懂 可是沒有那麼激烈 我覺得你所參與的角色 但是裡面有一個特別的 我覺得有可能 我們還那位華人觀眾沒有看過 我想先請小美講一下 就是三顆鏡頭的這個故事 那這位導演是林超賢導演 這個可怕的要求 會來帶來怎樣的一個精進 很大的精進 其實我覺得香港電影 本身那時候在拍類型電影的時候 就很純熟 所以他們很知道 什麼樣的鏡頭 做什麼樣的剪接 是可以達到什麼效果的 我最記得那一次跟林超賢導演拍攝 現任的時候 我還是帶著那個 拍台灣電影的時候的一種習慣 就是導演會慢慢的 循循善用你的情緒 你可以有蠻多顆鏡頭去嘗試 各種不同的表達 可是我大概拍到第二顆鏡頭的時候 導演就走到我旁邊說 你只剩一顆鏡頭 剛剛前面還有兩顆 你總共只有三顆鏡頭的機會 你最後這一顆 如果你還是沒有到 我要的情緒 那我就會撿去別的地方了 這個意味著 你就沒有這顆鏡頭了 你就沒有這個表演了 所以當下一聽到的時候 就喔 我只有一次機會 我一定要做到 也從那一刻開始知道 什麼叫做完全的準備好 到現場是 就是直接就做到位的 不同的導演帶給你不同的方法 台灣有很多金馬獎迷 所以你們在信裡面都知道 那上面有一個跟楊慧珊姐並列的紀錄 就是連續三屆入圍了這個金馬獎 那就是這三個片子對不對 2012是楊雅哲導演的女朋友男朋友 2013是楊彩妮導演的聖誕玫瑰 然後2014是刁衣男導演的白日焰火 這分別是中港派三屆的導演 其實跟雅哲導演 我在藍色大門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短暫的做過副導演 所以我們算是有一點認識 我覺得台灣導演 他會期待把他看到的我 但觀眾沒有看過我的樣子 盡量放到角色裡 或者是把我的能力再往 我的邊界再往外推一點 因為他大概知道我在什麼狀態 那會不會是那個部分 有時候你自己也沒有那麼清楚的 其實沒有那麼清楚 我甚至會不知道 雅哲導演經常會說 我覺得你可以演敢翹的角色 可是我就想 你到底從哪邊看到我敢翹 所以那個時候 把林美寶這個角色 稍微就是把 往敢翹那邊走了一點 對 那也是大家比較少 看見我有的樣子 那彩妮導演是一個很溫暖的導演 而且在現場他會完全地放手給我做 所以這部戲除了是我自己要去揣摩之外 其實導演給我的空間是最 裡面最大的 我覺得因為我們看到一位女性的導演 所以我突然會想到說 當演了這麼多劇以後 你有沒有曾經 我不會說那是一個目標 或你有沒有曾經飄過什麼念頭 是我想寫劇本 或是我也想當導演 或是什麼什麼這類的 我不知道我如果我導一部戲 我好希望我的那一塊 世界觀 人生觀 是很豐富的 可以給到電影當中裡面的厚度 所以我 我覺得好遙遠 然後彩妮導演 我覺得這一次的合作是 我人生一個滿特別的體驗 對 然後因為彩妮導演以前是 獨立電影人 彩妮導演他完全地信任演員 然後 只是雖然我們在很嚴苛的環境裡 但是所有人都 像抱著團夥 取暖一樣 對電影的熱情是很充沛的 就算再辛苦 然後我們還是一起去完成它 那這麼多不同的角色 在你選角的時候 經過了超過20年 你覺得你選角有一個非常不便的 那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第一次看劇本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因為那是你完全不認識這個劇 也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走向 所以我會讓我自己在一個 相對很安靜的狀況裡 很乾淨地去讀完它 如果在讀完的那個過程裡 我想要去經歷這個角色 我想要成為它 或者是我特別能理解它 我就會很想做這個角色 對 所以你在做選擇的時候 純粹這個對你很重要 嗯 是 然後 我比如說當時拍白日焰火的時候 當時一看完劇本 立刻打給我經紀人說我要做了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我完全忽略了 這裡東北會是零下30度的 嚴苛環境 拍攝的環境 其實西門的六號出口算是我 出道的地方 來到西門町的捷運六號出口 這裡有17歲的桂輪美 改變人生的一刻 其實就在我這個位置 然後我記得藍色大門的副導演 就把我攔下來 我記得那時候人真的也很多 然後我是被人一直往前推著走 趕快就是拿了一張紙 寫了我自己的電話 當下也就覺得沒關係 就是到時候不接電話也就算了 沒有想過任何會被騙的可能 2002年上映的藍色大門 至今人世青春校園電影經典 也捧紅桂輪美和陳柏林 兩位大明星 17歲拍電影 21歲電影上映時 小美已經是個法文系的大學生 決定請用她作為女主角的 是藍色大門的導演易志妍 至今仍是桂輪美重要的兩世慈父 一般人在這個紅塵裡面跑來跑去 可是桂輪美第一個印象給我的是 她非常非常的感情 就是有一種 與大家有一點距離 距離感 仙氣等語句 是多數媒體報導 對桂輪美的形容詞 小美的美不是傳統定義的亮麗外放 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那種想像 一直眼看中她的第二眼特質 是大膽直接 比如說我問說有沒有想過想不想演戲 一般的小朋友都會說我不知道 可是桂輪美直接的反應是 我想耶 雖然從來沒有想過 可是我想耶 其實我那個時候很簡單 只是這個暑假 17歲的暑假 可以跟我16年 這16年以來的暑假都過得不一樣 那個17歲的暑假改變了桂輪美往後的人生 她按照步調完成大學學業 也到法國交換學生一年 因為藍色大門打開知名度 趁著客瑜接拍MV和廣告 但是對於人生選擇 就跟你我世俗大眾一樣 大學畢業十分岔口 我覺得就跟所有大學生一樣 你要做一個什麼職業這樣 那那個時候這個事情已經開始了 我就覺得那我去闖看看 當然那個時候經驗不夠豐富 然後可能自己的感受力 閱歷也不夠豐富 所以其實在做一些角色上 還是很辛苦 如同藍色大門的經典台詞 留下什麼就變成什麼樣的大人 18年的練影歷程 角色類型的轉變 也累積了小美成長的養分 時刻大門的女人不快做第一個接分 對 因為在內部電影之前 我大多數是在做台灣電影 然後我開始有進入香港電影產業鏈的 一個訓練的過程 然後第二個階段 我可能會放在白日焰火之後 然後我發現了另外一個表演體系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電影體系 拍電影帶給郭倫美的快樂 是準備角色到終於詮釋出那角色的過程 她很有原則的挑選劇本 在毫不設限的投入其中 2012年的女朋友男朋友 郭倫美迎來第一座金螞蟻後 當時的她在台上從冷靜感謝到哽咽落淚 作為邁入30歲的女演員 她擁有了世俗上的成功 有時候人家講得獎是運氣 但我覺得更是實力 在此之後 我覺得她很堅定的讓我知道 她想要成為一個演員 就是說表演會是一個 對她來講一個很重要的 不只是事業 而是她追尋人生方向的一個 重要的功課 得獎對我來講一直像一場夢 好像一直沒有落實到我的 生命的感 很明確的感受 沒有嗎 我覺得 你光是一直常常被叫 影后影后這件事情 可是她就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名字 正是這樣的處之泰然 也是始終如一的嚴格自我要求 金螞蟻的光環 沒有造成桂倫美太多的壓力 2012年到2014年 她以女朋友男朋友 聖誕玫瑰 白日焰火 連續三年入圍金螞獎最佳女主角 角色功課 坐進骨子裡的她 成功展現在路上 我在做聖誕玫瑰的角色的時候 我的助理到很後面 就是拍完那個戲之後的幾個月 她才跟我講 我覺得那段時間好恐怖喔 可是我不知道 雖然她每次演戲都還滿痛苦的 因為進入角色 如果那個劇本寫得辛苦一點 或是說像腿 她要一邊 老公死了 然後又要讓觀眾隱隱發笑 就覺得這個女人真是笑了 這件事情就很難 一般呢我們截肢的手術呢 用的是這種電鋸 一秒鐘震動一千次 2020年底的作品腿 被譽為貴倫美表演風格的突破之作 一個妻子擁有強烈執念要討回丈夫截肢的故事 也讓貴倫美迎來第四度 沒有 無許令我大悲傷 我覺得大家滿多 好像都有get到是瘋婆子的 就是答案白白種 歡迎有各種答案 對 其實我很 很不喜歡給一個標準答案 因為貴倫美是那個圈內 你最難可以合作到的藝人 就是碰過小美這麼多次 想要合作都合作不到 終於可以合作到 在腿飾演丈夫的楊又寧 相當珍惜與小美合作的機會 作為演員貴倫美接戲 種植不重量 作為明星 貴倫美不愛經營社群媒體 與大眾保持著距離 也許我們看他的仙氣 肯定他不落俗套 正是來自於此 我覺得只是這個私生活部分 被我自己保護比較好一點 然後也不太常 真的不太常有作品 有禮貌 然後仙氣飄飄之外 其實這幾年看他的電影作品 就會發現他越來越把自己 的部分丟掉 然後越來越能夠去做別人 而去享受 享受做角色中的那個別人 進而也能開始享受 脫離角色 自己實在的生活 至於從出道開始 就被關注的戀情話題 為了美人就小心翼翼的保護者 像大家都追著他的戀情跑 然後其實我們大家看他 嗯 他們就是一種 老夫老妻的存在也沒有什麼 什麼戀情好追 可能我的小時候就是 有狗仔文化吧 然後就當下會 有遇過一些狀況讓我很受傷 這樣 所以就更懂得 嗯 有些東西我希望只留給我自己 那我希望大家看到我 就是用作品跟我交朋友 就夠了 演員在角色的背後 總是能釋放自我本色 作為藍色大門局外人的孟克柔 不能說得秘密 情形脫俗的陸小宇 甚至是腿當中 瘋狂建議的錢玉瑩 都是她在電影中放入的自己 小美用她從引來24部作品 和你交朋友 這樣的桂倫美 其實你已經了解了很多很多 因為這樣照片 因為藍色大門 所以我們有很多人覺得 我們是跟著桂倫美的青春 然後一起一起走過來的 但是我們往前推的話 在沒有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還是有那麼幾年啊 14 15 6 7 歲的時候 看資料才知道原來你 小時候家規是一個非常嚴的 當我們提到家規言的時候 我們相對就會期待 那個戲劇化的青春 就是所謂的小叛逆這樣子 的確是在念書的時候 有開始 對於這個嚴格會稍微有一點 我不能說反叛吧 但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對 就譬如說 幾點以前一定有 我父親一定會打來 你在哪裡了 這種門禁時間 能算嚴啦 能算嚴嗎 我以為大家應該都差不多 對 應該就是有門禁時間 然後你就會半個小時 15分鐘 再一個小時 就慢慢往後推嚴這樣子 所以那個嚴 然後你知道你可以有一些 小小的欲舉 對 你自己現在是不是也是 在這個狀態 每個人都在先氣啊 氣質女心啊 但他告訴我們說 他會有一些鬼馬 然後他喜歡跟好朋友 做一些隨意又特別的事 我不曉得先氣這個詞 怎麼來的 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認識我的朋友 我的身邊從來沒有人 用過這個詞形容我 然後 對 就是譬如說 我跟朋友突然興起了 就會想要拿買 就是隨便買一個地瓜 就坐在公車站旁邊的地上 就吃起來的 或者是之前譬如說 這聽起來不夠先氣 對啊 或者是熱舞射跳舞的時候 我們就會坐在那個 捷運的車廂裡 放很大聲的音樂 就是比較是這樣子的東西 沒有 不太理解那個先氣是怎麼發生的 對 我好像從小 就會一直有一些這種 應該說就是調皮 就譬如說學校不准燙頭髮或染頭髮 我就會一個禮拜變一次髮型 可是就在 這算滿調皮的 對 就在某一個範圍裡去換這個髮型 或者是學校就是說 一定要穿白球鞋 我就刻意買一個 一雙鞋子上面是有圖案的 我就特別剪了一個白色的圖案貼上去 然後教官沒看到我就把它撕掉 就是那種很調皮的事情 我覺得好像一直是因為有這個調子 到現在還是這樣 拍完《白日焰火》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我的生活好像是空白的 完全沒有靈感 沒有內容 我就突然接到 《德布希森林》這部電影 好像是老天爺把我丟回到森林裡面 你只要專心地表演 有一些劇可以 角色可以讓你那時候曾經在這樣的一個 很明顯的性格特質裡面出入一下 目前好像還沒有 對 因為你想到這個部分 就覺得好像還沒有 然後比較特別是2021年 香美接了一個電視劇 對 我一定要看我的資料 因為這兩個電視劇都滿久的 就有點背不起來 一個是2006年 一直演導演的《危險心靈》 然後一個是王小弟導演的《伯利斯大人》 很轟動的 那《伯利斯大人》都13年前了 很少演電視劇的原因 其實我一直沒有排斥 因為對我來說 電影跟電視劇就是每一屆的不同而已 當然可能在表演上或節奏上會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從來沒有抗拒過 只是一直應該這麼說 就是可能我自己的心境或者是我自己也在成長 每一個階段想要的東西不太一樣 那我近期剛好一直應該說這麼幾年 一直都滿想要做更貼近上班族 通勤族 小資女 我一直很想了解職場文化 或者是這些算是我們社會裡最會去看電影 或是那個很重要的消費族群 我很想了解 那剛好我覺得這一次碰到了一個很貼合的題材 它又是一個劇集 就這麼發生了 那可以不劇透 就是小小的形容這個角色吸引的原因 就講在台灣在台北 在捷運上每天有數以十萬計的女人女性 那你覺得你演下去之後 你會對自己有什麼期待 我期待有一天這樣這個族群的某一個女生 在看這個劇集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的 或是我就有這個感覺 我就覺得太好了 或者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每一個小劇 每一個episode裡面其實都有談一些議題 但是我們不深入就點到為止 對 我覺得這是 可能就是在看女性在這個社會裡的 她遭遇到了什麼 改變她了什麼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共鳴這件事 其實在生活裡面已經很像禮物 因為多數每天在過日子的時候 我們都很努力的去演出別人期待的那個樣子 如果他們看到你的劇會覺得 對對對 你懂我 或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 不管是酸還是甜 對 我覺得你讓他們那個情緒釋放了 就是好像覺得有朋友了解他們 對 比較什麼時候還叫做功德無量 對 久違的雜誌封面拍攝 桂輪美盡情 展現風情 應該說我從入行開始 就有很好的啟蒙老師 帶領我在史上這一塊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都覺得是 很有趣 作為明星身邊圍繞著各種工作人員 經紀人 髮型師 化妝師 攝影師 桂輪美的放鬆與分放 能讓工作氣氛舒服自在 她是第一個教我學會擁抱的人 就是你看她如果像收工 她也會去幾乎都會去擁抱每個工作人員 所以如果其實跟她工作過的人 可以感受到她是一個很溫暖跟很貼心的人 和小美一樣有著一頭短髮 Sini是跟桂輪美有二十年交情的髮型師 出席重要場合大致頒獎典禮 小致接受媒體專訪都交給好友達理 這份信任來自於多年的累積 那妳們怎麼變成好朋友的 也沒有啊 妳們不知道 妳們不是好朋友 我不是這個意思 原來我不是妳 妳不要這樣 妳不要這樣 仙女 仙女 仙女這個有點太超過了 她不是仙女 她的想法是天馬行空 她感受力很強 所以她其實是接地氣的 仙女 我的媽呀 覺得她是一個蠻無可挑剔的 唯一可以挑剔只是她對自己太嚴格 對自己太嚴格的桂輪美 在時尚的領域上 和香奈兒這個百年歷史的精品巨擘 達成了絕妙契合 2016年正式成為香奈兒品牌大使前 桂輪美就好幾度受邀前往巴黎看秀 像個小粉絲的桂輪美 第一次看見老佛葉卡爾拉格費時 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他們帶我去巴黎看秀 在那個秀結束之後 其實大家都想要去跟卡爾先生質疑 非常多的媒體藝人都在前面 在做這個事 我就乖乖地站在旁邊排隊 一直等到換到我的時候 當然跟卡爾先生表達很喜歡 謝謝他邀請之類的 我轉身要離開這個秀場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什麼人了 對 只剩下零星的幾個媒體 我就聽到 就那一群媒體對著我 一直喊Bravo 或許他們從頭到尾都看到 有一個小女生 穿了一個超高的鞋子 然後乖乖地一直站在旁邊 這段故事距離桂輪美 正式成為品牌大使 又相隔七年 多數的只要要變成大使的人 基本上老佛員一定都要喜歡 我覺得他們跟桂輪美之間的合作 它比較像是 好像一個現代的小奶奶的精神的 一個反射 在現在我們可以看得見的真人裡面 獨立自主不受限的創意 正是桂輪美與小奶奶創辦人 可可小奶奶女士的共同特質 可能是從我演繹的各種選擇 或是我帶給他們的感受去 有一種我很獨立 然後其實不再隨波逐流 其實不用想太多 就直接找我就可以了 就什麼都可以找 什麼都可以 我經紀人 桂輪美只挑有感覺的劇本 感覺一對 要她做什麼都可以 我的天啊 可以耶 可以可以可以 小美非常講究第一次讀本感受 讀到興奮處 情緒會自然流露 她正籌備即將主演的影集 角色是一個台北上班族小資女 到底在激動什麼也讓我們很好奇 看到好東西會這樣 因為我滿多年其實一直都拍 類型電影比較多 然後我一直有一個感覺是 滿想要做跟一般觀眾更貼近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算天時地利人和吧 結果她好像覺得還滿有趣的時候 我們就開玩笑說糟糕我們要拍仙女下凡了 因為我現在要做的一個角色功課就是盡量以滿少的錢 對比較有存錢概念跟我自己薪水沒有那麼高的一個角色去做角色功課 所以我現在都大部分時間我都是搭公車搭捷運 多年來深耕電影市場 桂蘭梅轉眼影集肯定是娛樂圈大話題 對劇組而言更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用理性來判斷會覺得可能性不高 但是呢我們一提到這個名字所有人都非常的興奮 就是你把它放到那個角色你發現裡面有一個模板的樣子 來到西門町沒有刻意變裝的桂蘭梅一下子就融入人群裡 順勢就走進了一旁的飾品店為著角色開心挑選耳環 請問你買這樣多少錢 100塊我今天沒有有點很貴 啊100塊很貴 對啊因為我上次買8個才39塊 此時的桂蘭梅已經完全融入角色省錢過生活 西門町的電影街也是她的日常出沒地 外帶烤雞腿進戲院也透露她的飲食規則 我其實都不挑食耶完全不挑食 那妳這麼瘦欸 我其實沒有妳沒想到那麼瘦 衣服穿得好 我覺得我的身體或者是我的頭髮 我的身體的各個部分 其實我都是一直在服 一直給角色的 所以我很少有我自己想要留什麼頭髮 全部給角色儘管此刻的桂蘭梅 正在上班族小子女的狀態 但那個溫暖貼心的桂蘭梅還是在的 謝謝小美請我們喝飲料 女神大手筆啊 有這麼多人 謝謝 這符合小姿嗎 現在是我本人 這是綠豆 其實她根本不需要被照顧 所以很多的時候都是真的是她在照顧我們 出去不管點菜就是任何細節 我覺得她是一個調皮有氣質的女性 有些人的照顧是口頭上的 碎唸 不是她是會做到隱約式的 照顧身旁的人 讓更愛的人舒服與開心 由內而外 不論你認識的是桂蘭梅還是她的角色 都能感受到她的底蕴 是這口有深度的景 才能噴發出不間斷的魅力泳泉 讓我們在眾生嘈雜中 永遠從小美這裡感受到清新 不管是前面你演的電影 甚至包括我們提到那兩個電視劇 你覺得你曾經有這樣一個角色 你很幸運的得到這個恩賜 是這個角色也帶你走出了那一段時間的 某一些生命樣態的瓶頸 因為我們常會說我們在看了一些劇以後 我們得到一些釋放 你知道釋放就是你從原來的那個牛角尖 那個瓶頸裡面 好像從瓶子出來了 你說我好奇不曉得對演的人會不會 我時常會覺得某一些電影好像是老天爺 送給我的 不管是帶我出去 或者是帶我進入另一個狀態 包括這一次我接的這個劇集 我都覺得是 可以具體一點嗎 就比如說我那個時候拍完白日焰火的時候 大概是14年15年吧 我就讓自己停了一整年的時間 怎麼這樣 因為我突然覺得我的生活好像是空白的 因為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片場在拍戲 我頓時覺得我完全沒有靈感沒有內容 我就覺得我好像需要停下來去生活 所以我就去了很多地方旅行 旅行完之後我就突然接到 德布希森林這部電影 然後那個時候我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個好像是老天爺把我丟回到森林裡面 一個大自然最乾淨的懷抱裡 沒有太多複雜的聲音 你只要專心的表演 很純粹的表演 然後那個戲其實又在講 一個女人進到山裡面 丈夫跟母親都離世 她要怎麼在山林裡面重生的故事 我覺得好像是我 然後我就覺得 有時候老天爺給你一些sign 你就是把它好好地接住 然後接住她之後去好好地感受她 會帶給你一些新的想法 因為我對數字非常的差 所以你只要跟我講 譬如說投資額多少 或是什麼票房多少 我都會一頭霧水 我的確是不看積分般的人 然後我覺得也是 真的也是因為這樣 我才能乾乾淨淨的 全情的在其中 因為你來到現在我覺得 保持某一種時刻的時候 那個純粹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這時候生命如果丟給你一個球 對 你不要把 不一定要得分 但是至少不要讓它變成界外 對 那就很可惜 可是那個純粹是讓我們 那個時候有那雙手可以去接 真的是 就 每次接到一個 或者是我自己 真的很慎重選到的一個之後 我真的是滿心地喜歡這個角色 這個劇 然後踏實安心地去完成它 不管它的結果是什麼 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念華姐講就是很感恩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給我自己這個機會 不管是外在給我 或是我給我自己的 然後好好的完成它 就包含這幾次的入圍 所以我都是滿心地感謝 覺得是有人抱著我 跟我說 你做得真好 那個感覺 倒不是好像一個名利場的感覺 沒有這個 我覺得這是老天給你的禮物 那隨著演的戲 就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歷練越來越多 就是有沒有票房不好的電影 然後常常 不好意思 所以在那個時候 對於它有沒有會回過頭來 就是外在因素 它會不會減損我們原來在那裡面 得到的那樣的一個溫暖的滿足 或是我第一次看本的時候 覺得我好感謝我有這個機會 那個會不會回過頭來 最後被這個KPI減損 其實講起來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就是我其實從第一部電影到現在 我真的都沒有想過票房這件事 甚至別人告訴我這個數字 我都會搞不太清楚 或者是忘記 因為我對數字非常的差 所以你只要跟我講 譬如投資額多少 或是什麼票房多少 我都會一頭霧水 就這件事情在我第一部電影到現在 都不是我選擇電影的任何一個考慮的因素 或者是它最後會是一個大賣 或者是一個失敗 也不會因為 我不會因為這樣而特別的沮喪 我意思說 所以就是這個票房的成功或失敗的紀錄 在你做下一次選擇的時候 它的參考的含進量沒有這麼高 其實完全沒有 因為我覺得做一部電影在你做的時候 你並不會知道它會獲得多大的成功 至少我認為我不會知道 因為我覺得觀眾的口味是多變多元的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判斷 我做這個戲做這個選擇 它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我只是好好的去完成它 然後就算不好 我去了解了那個不好之後 我在下一次自己演戲的過程裡去調整 就好了 所以小美啊 我們在那個流行市場裡面 保持全情的這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就是好好的跑這個跑道 那這個有一點 有時候有一點 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是有時候旁邊有掌聲 有時候沒有掌聲 有時候是那個跑道上 原來你們已經跑光了 有一個人說 就是說在那個奧運賽場上 一直看計分版的選手 絕對不可能贏得任何一場比賽 就是 我的確是不看計分版的人 然後 我覺得也是 真的也是因為這樣我才能 乾乾淨淨的 全情的在其中 然後 後續的這個計分版的成果就 如果好的話 我當然覺得 跟觀眾產生了很好的共鳴 我當然覺得很棒 但是沒有 我真的也不會沮喪 我會覺得 或許 這個選擇不盡然是 現在大家會喜歡的 那如果反而是有一種角色 跟一個劇本 它其實在市場上 相對比較空前 它對於反而產生一種魔力 會不會 吸引力 吸引力 你的這些角色 對於自己人生 走到現在這個人生段 對於接受軟弱 或者是不妨堅強些 它帶給你這些角色 怎樣鼓勵了小美 我覺得我現在蠻 蠻應該說學習著 讓一些情緒 就讓她先待在那一回 就是說 當我很軟弱的時候 我不會逼著自己在這個時候 得堅強起來 或者是我堅強的時候 我會覺得 有點累的時候 那我就示弱吧 就是我會覺得 當你有一個什麼樣的情緒來的時候 都是非常寶貴的 不需要一定要特別的扭轉它 反而你讓那個時間長一點點 沉澱一點點 時間就會帶給你一些改變 不用急著要做一個決定 做一個改變 在那個當下 所以我聽起來的 我的反饋是說 了解這時候自己更真實的自己 會比去期待那個更好的自己 是 會好一些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對 反而面對當下那個最誠實的感覺 是很珍貴的 所以比方說跟你很親近的朋友 或者家人互動的時候 你不是那個會很輕易的 就說加油啊加油啊 那樣的一個 有時候加油 有點會給別人壓力 在某些時候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說 不用加油放輕鬆就好 藍色大門裡面 有一個經典名言 經典名言是說 留下什麼 我們都變成了什麼樣的大人 留下什麼 我們就變成什麼樣的大人 所以藍色大門到現在已經 一下子20年了 我想問小美的就是說 這個從藍色大門以後 走進戲劇這個大門 選擇這個 那讓你變成了什麼樣的小美 現在 或是這一路來你 從一個什麼樣的貴倫美 變成今天的小美 我覺得我可能從一個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 中庸的女孩 然後我開始因為演戲 接受到了 認識到了更多人性的面向 我覺得我變得更寬廣 然後我會多站在別人的立場 思考或是說話 謝謝你今天來 我也希望就是 你所有說的話 都反映在不同的角色裡面 讓大家都 感覺到那個寬廣 對自己慈悲 然後也對生命的一切 都多一點慈悲跟容許 謝謝小美 謝謝你來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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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是我第一次 在一張很大的字卡上去寫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工作的態度是什麼 我私生活是什麼樣子 我從來沒有認真的思考過 謝謝大家 希望你們都喜歡 謝謝